今年初因为复国岛丢包旅客的事件 已经被撤轿的年代旅游负责人林大军 最近是在旅游业界广传 说有一名彭信男子正在筹备新的旅行社 而外传他疑似就是要当林大军的金主 帮助他东山再起 而对此这名彭信男子反驳 两个人有合作的消息 根据法律的规定 林大军在五年之内都不得在开设旅行社 也不能够从事董事或者是股东 观光署现在也介入调查 今年初年代旅游在复国岛丢包旅客的事件 引起全台关注 最后因为财务问题 遭到观光署撤销旅行社的执照 当时年代旅游负责人林大军神隐 如今 有旅行业者广传 林大军想要东山再起的对话截图 他疑似找来金主帮忙 部分的人尤其是有接触这个东南亚线路的 基本上都已经陆续的知道 进一步追溯 林大军找上的彭信男子 近期正在筹备新的旅行社 591国际旅行社 也在人力银行网站上贴出真才资讯 没有合作 我曾经想帮忙他 我说给他一个重新的机会 他要把网站卖给我 开价一百多万 我又不是疯子 彭信负责人反驳会与林大军的合作 而根据法律的规定 林大军五年内不得为旅行业的发起人 董事或代表公司的股东等等 观光署署也进一步强调 经过调查 彭信负责人也明确表示 不会和林大军合作 也会查说他林大军到底是不是在 他的公司 具体的证据会让他出会啊 这回网路上林大军东山再起的传闻 再度引发关注 这杨宗彦黄明顺台北报道